各位看到 Google 相簿上方的搜尋 如果點下去之後 你有出現人臉 對不對 你有出現人臉的話 那我就說你只要點一張人臉 只要跟這張人臉有關的照片 它就出來了 OK 那如果今天我舉個例 常常我太太常常會跟我講一句話 就是說自從我們有小孩之後 常常很難找到全家屬的照片 為什麼呢 常常一個大人要出來 拍另外一個大人在那裡想 所以就比較沒有四個人全部的照片 那常常小學常常就會提出來 那個老師就會說 請帶一張全家屬的照片 哇 我們幾千張幾萬張的照片是找的很累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要找 比如說 你要找兩個人都有的 那怎麼找呢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這張照片 我這已經取名字了 我找一張沒有取名字的 我隨便找一張好 來 我找一張出來之後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寫的 這是誰 好 那你可以把它打一下名字 可以打中文 但是我建議各位不要打中文 打英文 你會到搜尋的時候 你在打的時候才不會切換 你切換去 好 OK 好 你只要這個人定義這個頭像 是誰的話 我說 你只要 同時要有這兩個人 你只要打 他的英文名字上去 逗典 然後 再打另外一個人 那比如說呢 我還想再講 再打一下 比如說 也有我太太的 不過我這個資料庫 人比較少 還有 你看 找出來 你看 正好有我們三個人的 有沒有 我們三個人的照片 有的 有的 都出來 OK 所以 這樣搜尋 是不是就變得方便很多 以後各位找照片 那別忘記喔 除了 今天 我只記得我穿一件紅色的衣服 我想要找出來 那個 我那次去某一個地方 穿了一件紅色衣服 那 很簡單 你只要在搜尋的地方 打 紅 紅 Enter 它只要跟紅有關的 都幫你找出來 OK 所以 它的搜尋 可以有很多方式 甚至呢 我記得去哪裡玩 比如說 假設我今天 我記得去日本 它停住了 但是跟各位講 像你打這種日本之地點 對不對 地點的話 也就是各位 到那些地點 別忘記 定位 請打開 以後你搜尋 地點的話 它才會找到 一些相片 可以嗎 好 好 那 對不起 我先把這個 打開 huh 好 謝謝